咋搞啊 今天已经是我们到达八面山的第三天了 这个雾几乎就没有散过 我是要奔着土匪洞去的呀 如果是这么大的雾的话 我可能就是去当土匪吧 而且我今天早上呢 在这儿遛狗子的时候碰到了这边的环卫阿姨 我问了他们说 只要下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大雾 然后呢天气预报往后 就是基本上有半个月都没有一个晴天 所以说这样的雾要持续很久很久了 我跟小郭现在就要 这得离开这了 要不然一直在这耗着也不行啊 对啊 水也快完了 电也没有了 你还指望太阳能发电 把车打着吧 要是整的连油都没有了 那咋整啊 所以呢 我现在纠结在哪呢 就是我不太想下山 你知道为啥 因为我看到八面山的视频了 要比周围山要高很多 然后如果天气稍微好一点的话 是完全是云海绝壁 而且我要去的那个土北洞景区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稍微带一点险吧 又有意思的那种地方 我来都来了 离这儿只有六公里了 我又去不了 相当于来跟没来一样 就白来了嘛 所以我就不想下山 而且说如果下了山 还是这样阴雨连连的天气的话 也是哪都往不了 我还想在这儿待 但是呢 在这儿待着 水电都没了 对啊 所以啊 大家能看到那边吗 大概就是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二十米就是游客服务中心 就是公共厕所 啥也看不见 下山吧 下山吧 我跟小伙也不纠结了 因为旅行中难免有点遗憾 那湘西这边我下一次再来 是不是 妈呀 这一路上遗憾可太多了 全是因为大雾大雨啊 咱俩这条路线是不是选的不太活实了 昨天呢 我还把车专门打着了一个小时 然后呢 你看看现在还有多少电 百分之二十八 这电真的 对 而且车呢 打出来的这个电呢 它是虚电用的特别快 就导致我早上我想喝点热水吧 小伙说别开那边去 下午我都不敢开 必须得接一回试电 把这个电瓶里的电 充磁势一些 上个星期你就这么说的 那不是 告到现在 一直没有找到结实电电的地方 今天得找一个充电桩去看看 因为我们这个房车只能接慢充 他说现在下山你敢下吗 要不再等等 等一会儿 等屋稍微淡一点 咱们再走吧 我研究一下天气预报 哎呀这会儿屋越来越大了 我的妈呀 我感觉我们俩得赶紧走了 要不然一会儿更大 我感觉 走走走 想走也走不了啊 这一十八分 你看这场这水珠子 我的妈呀 我底上 这起码有一杯水 差不多 看啊 还是单手 好了 准备出发 我进了一个山下边的 就是林药古城一个酒店的充电桩 也是公共的 慢充 人家让咱充 慢充 他写的是公共的 不让充再说 再想办法先去哪 然后 二十公里 需要四十分钟 再配合现在的大雾 再来一个小时能下去吗 雾灯双闪都打开 走 开启前雾灯 后雾灯 看这三轮差一点没看见 一定要慢 双闪一打开吧 哎呀 这天气 虽然说这山路只有一条路 但是不开导航不行 你要依靠着导航对路面做判断 看转不转弯 对呀 你提前也心里有个准备 还有骑马 咱们俩来是白来了 体验大雾来了 哇 我错过了 能看见外面有战口 一定一定要多打后 看这路 刺激不刺激 哎呀 路还变得这么窄 老顾现在都不说话了 全心关注的开车 让我不要跟他讲话 在哪呢 哎呦看看车被 这个淡了 哈哈 也就是说咱们在山上是打雾 山下其实还挺好 我现在视野左边 沟下边 不是沟下边 是山下边 其实视野还可以 你看你看 你看山上边的雾 你看这块 刚好现在下到了雾层了 你看左边也能看出来 头顿上是一层雾 你看这雾 我心里踏实多了 我跟你说 吓人 真的吓人 我的八面山 玩了跟没玩一样 我们就是从那一团雾里下来的 山下边就真的好了 我先把双手看 还有落石 你看 马上要到充电那个地方了 这条路变得好窄 老公现在一直在担心 我们把车撞在人家房檐上 这叫吊脚楼 新出来的这一家 我好担心碰到人家的房檐 还得给人家修房子 还得行 它跟咱们的接口不一样 我还得换线 你用转换头转一下 这是这次出来第一次充电 没充上 对啊 换一个 不行啊 换了个充电桩 闪了一下 还是不行 充不了电 咋着 我动静吗 没有动静 它那也不闪 咋着也不亮 我感觉应该是你头坏了吧 我也感觉 转换头坏了 这才用过一次 就用过一次 对用过一次 这咋整啊 这充电桩现在是在闪红灯 老板现在怀疑是充电桩的问题 然后老郭怀疑是他的转换头的问题 所以现在到底是啥问题 整个我都自我怀疑了 最终还是充电桩的问题 不是我的那个转换头的问题 现在呢 就是这个充电桩 现在已经在充电了 然后呢 因为 我那个是三孔的插座 必须得跟这个充电桩 有一个转换 然后我中间买了一个转换器 就是 把这个新能源 在这个充电桩 转换成三孔插座 然后我的三孔插头 往上面一插 然后给车里面 也就是这两米的距离 用了三十米的线 这充电是两块一度 一会按度数给你收费 可以 只要能充满 然后让我把 用电危机度过一下 充上电这就亮了 现在显示试电模式 然后现在把 往车里能充电的都充上 这两天把电效二厘米的电都用完了 你们仨那么开心干啥 谁摸我屁股 果肉摸他 不知不觉天又快黑了 我们已经冲了几个小时的电了 现在电量已经84%了 还没有满 但是我们俩决定不冲了 因为我们冲进来这个地方 是一个酒店的停车场 我们今天晚上没法在这过夜 所以我们现在就走 然后重新换一个地方露营 今天电就充这么多吧 够用了 够用了 它最起码是实在的 对 这刚好要有水 我给人家多付点钱 然后把水也加满 我们房车里现在就是满电满水状态 就很幸福了 走了 接着出发 今天晚上得赶到花园县 一大堆的快递在等着我呢 现在已经6点半了 争取7点半之前到吧 飞机